《奴》是一个会议字 以女字为部首 本意是奴隶的意思 奴隶是阶级社会里受到压迫 剥削和没有人生自由的人 他们被当作私人财产 不仅没有自己的人格和权利 他们的地位也就跟牲畜一样 是可以被主人当作货物自由买卖的 中国古代奴隶属于贱民 比乞丐还要低贱 排在社会架构的最低层 在法律上建于人和物质之间 奴隶没有独立户籍 男为奴 女为婢 中国古代最早的奴婢是来自战争 从殷须甲骨文和西州铜器明文 可以看到当有战争的时候 双方都会尽量俘虏战俘和强掠对方的人口 商代的时候会将部分俘虏作为人迹 而其他便会沦为奴隶 西州时期杀人祭祀的现象大大减少 所以俘虏用作奴隶的比例便大幅度上升 战国时代奴婢的来源除了俘虏之外 官家会将罪犯和罪犯的家属受为奴隶 大户人家的奴婢 大多都是从贫户人家买回来的 沦为奴婢的人 第一件事就是被剥夺姓名 主人会为他们改一个奴婢的名字 这样做就是主人对奴婢享有拥有权的宣告 中国奴婢制度在秦汉时代便已经开始 上次皇帝下至地主商人都私自拥有奴婢 《严世家训》里有写到 跟当问奴,知当问币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古代的奴婢 大致分为苦力和杂施两种 不过在大户人家里 奴婢的种类就会比较多 一般来说与主人比较亲近的贴身婢女或侍卫等 他们的地位就比较高 但是无论他们的地位有多高 他们始终都是奴婢 做错事不仅会被主人处罚 还可能被主人处死 直到唐朝后期 因为著名女侍人于玄姬杀了他的婢女 而被判处死刑之后 奴婢才得到比较多的保障 有历史学家认为 奴隶制是一万年前农业发展的产物 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和社会 都曾经认可制度性的奴隶制 东方的奴隶制没有西方国家发达 并没有形成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社会 到了1949年 中国奴隶制才完全被废除 贩卖人口的行为自古便已经存在 有些人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 埃及是一个古老的国家 和中国一样有超过5000年的文化历史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了以色列百姓 因为在埃及被奴役得到上帝的拯救 离开埃及成立一个民族的经过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三章八节 经文记载说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上帝用他大难的手救赎以色列百姓 令他们离开埃及的奴役 而重新得到自由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 主耶稣说 我实实在下地告诉你们 所以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主耶稣用奴仆和主人的比喻 说明了奴仆是属于他们的主人 所以受主人的奴役 当我们犯罪 我们便会变成罪的奴仆 受罪的控制 但是借着主耶稣战胜罪的能力 我们便可以从罪里得到释放 新约圣经罗马书六章十八节 经文说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做了义的奴仆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用宝血洗尽我们所有的罪 我们因信称义 不再是罪的奴仆 不再受罪和死的辖制 我们活在主耶稣的恩典之下 有圣洁的能力 能够得胜罪恶 成为义的奴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